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果真如此 那么现在开始上课 在上课之前我大致看了一下课本的内容 我想了想有点僵硬 所以我大致再重新主持了一些变化 所以既然我们还有总共有三次的九个小时的时间来谈演化论 所以我相信有足够的时间来把课本的内容再做一次介绍 今天请大家眼睛离开课本听我讲 然后我刚接到几张招待券 拿出来等一下做有奖争达 你还不晓得什么东西就先开心了 这自然科学博物馆水中角龙特展的招待券 所以有兴趣的同学在下课之前要举手发问 这是今天有奖争达 安静了我们现在开始上课 在这学期一开始我们就很努力的讲 今年是达尔文诞生两百岁的生日 又是他的演化论提出一百五十年 那么终究等到了现在我们要谈三个小时的课 在座同学好多我看的有点陌生 有一些在路上会跟我招手 这一次我们有九个小时在一起 希望可以让我多认识你们一些 现在我们来读一段文字 这是科学人杂志的一位专栏作家 他写的一段文章 他想演化岂止是画师 只有找到失落的环节 才能够证明演化论吧 这是一个科学上天大的误解 在这里头有这么一段话 他说一个世纪过去了 还是一点都没有改变 当我和创造论者在辩论的时候 他们自己竟然一向支持创造论的事实 更正确都提不出来 但是他却要求别人必须提出 能够证明演化论的那一块过渡的化石 这类话题你已经听过很多 给我一个证明 你说事情是演化 从这个到那个 那么中间的过渡化石是什么呢 当我提出像鹿行经 这是一种古代的哺乳动物 跟现代的鲸鱼之间的过渡化石的证据的时候 那他们的回应是 现在化石之间的鸿沟就更深了 一个过去的一个现在的 你给我一个过渡化石 我找到了一个过渡化石 那他就告诉我说 现在你必须提供两块过渡化石 所以这就是一个严重的误解 在这里特别提出来 只有找到失落的环节 才能够证明演化论 今天我们就用这里来做开端 大家来细细的谈演化论的几个面向 在2004年11月份的国家地理杂志 有一个封面故事 叫做大文错了吗 一个半世纪之后 重新来检视演化论 这里总编辑有这么一段话 人类不是猿猴的后代 大文从来也没有这样子说过 但是他的想法从一开始 就遭到曲解和讥讽 今天我们在台湾的社会里头 还经常在谈 说人类是猿猴的后代 是不是读了演化论以后 千万不要复合这样子的说法 造成混淆的原因 部分来自于演化论这个讲法 科学家所谓的理论 指的是一个基于观察或实验 得出来的陈述 但是这个陈述 能够恰如其分的解释 可以观察世界的某些面向的话 它就被当成一个事实 很多科学家是很谦虚的说 演化论是一个理论 但是反对者就会说 那只是一个理论而已 所以这两个语气不同 大家能够区别一下子 我们来看看一些调查数字 除了坚守经文 致意的人之外 不信演化论的人还大有所在 美国盖洛普在2010年 2001年的时候 他打了超过1000通电话 然后这么一个抽样调查表示 有至少45%的美国成人 认为上帝在距今一万年之间 一次性的创造了人类 形态和今日人类相同 45%的美国人认为 人类是上帝创造 一次创造出来的 一开始就跟现在长了一个样子 当我们说地球的历史 已经有45、6亿年了 然后人类的祖先可以推到鱼 推到哺乳类的开端 推到灵长类的开端 或者推到人科动物的开始 那是六七百万年前的事情 但是有将近一半的人认为 人类是一万年前 一次创造出来的 在这项调查里头 只有37%的受访美国民众 能够同时接受 上帝跟达尔文神着手开创生命 并以演化作为创造的工具 你想想看 45%加37%合在一起 是什么样子的数字 至少有一部分人相信 神的创造 跟达尔文的演化论 可以同时存在 神创造了人 然后按照达尔文的理论 去演化去吧 那么真正相信 人类是在没有任何神参与之下 从其他生命形态演化来的 美国成人就更少了 只有12% 所以这个事 我不好意思在今天 在座各位举手 告诉我你属于这三类人里头哪一个 不过我是努力地想 说服大家参与最后这一部分 12% 扩充我们的数字 这些民调数据最令人震惊的地方 不在于有那么多的美国人排斥演化论 而在于这样子的数字 在过去的20年里头没有什么改变 你看看从1982 939 97到99 都做过同样的民调 提出同样的选项 但是呢 结论是一样的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反对演化论呢 这个是在西方的世界里头 尤其在美国 相当普遍 但是在台湾 我们没有这么困难的情况 因为我们不晓得 我们要相信哪位神 我喜欢收集神像 如果你到我家里头的话 你可以看到我有400个神像 但还代表了200种不同的神 200种不同的神 我们是一个很博爱的一个社会 所以很多人都可以变成我们神了 是不是你们在学校小吃街里头 还有一个中正庙也在那地方 过世不多久 我们就很容易变成神 但是在西方没有这回事 所以各位 如果你未来到美国留学的话 宗教跟演化论 是你会碰到 经常碰到的一个尖锐的话题 我们来再读几段文字 来看看 小猎犬号环球航行记 我认得美国加州大学的一位动物学的教授 他是今天活着的演化论里头 很重要的学者 他写了一本书 叫做《The Origin of Animal Philems》 也就是动物门的演化开端 他告诉我他收集演化学的书籍 凡是达尔文的著作 在世界各国的版本他都收集 最后我就把我台湾收集到的几本 也寄给他了 扩充他的收藏 他告诉我他有几个书架子的 那是一个狂热的达尔文拥护者 在台湾我们能找到几本书 其中之一就是小猎犬号 《环球航行记》 我想念这段文字 借由别人很精确的文字 来跟大家谈一谈 这个世间学术界是怎么看待达尔文 在1831年 刚从剑桥大学毕业的达尔文 随着英国海军的舰艇小猎犬号出发 展开为15年的科学考察之旅 他并不知道 日后他影响深远的学说将奠基于此 五年间他三度横过大西洋 走遍南美大陆以及其周边 深入南太平洋远赴印度洋 在广阔范围的经纬度的移动中 他经历了丰富多变的自然与人文状态 火山地震热带雨林 化石海啸陌生的民族迥异的制度 物种发生与变迁的过程的轨迹 都一一记录在他的日记里头 大量的文字资料和精致的绘图 既是知识的也是文学的精确而敏感 不断的逗迎我们参与一次虚拟的旅程 达尔文参加航程之前 他刚从大学毕业 他只有22岁 有这样子的雄心 展开一个五年的孤独的旅程 在那么小的一条船上挤进了七八十个人 大家拥挤的生活在一起 还得塞进大量的他采集的标本 每到一个港口 他就把上一战所收集到的标本寄回英国去 他累积了大量的标本 这是另外一本书 达尔文与小略犬号 这是他 小略犬号的船长 是一位更了不起的人 他只比达尔文大个一两岁吧 然后当达尔文踏上小略犬号的时候 费罗兹船长已经航行世界一圈了 他后来当到英国的海军上将 但是他抑郁 他忧郁自杀 结束了他的一生 所以这是 找达尔文并不是要找一位生物学家来赞美自然界的伟大 而是要赞美神的伟大 然后他是找一位科学家来陪伴他漫长的旅程 最后有这么一个丰硕的结果 这不是在一开始能够想象到的 这是他们搭的船 这么一条小船 航行五年 塞了七十多个人 你可以想象那是多艰苦的生活 这是达尔文 1809到1882年 世界之旅的航行 从英国出发到南美洲 过了南美洲以后 横过大西洋到澳洲 再经过太大印度洋到非洲 然后再回到南美 再回到英国 这个旅程不是如此的单纯 我们只要放大这个区域来看看的话 你就知道有多复杂了 这些是他的航线 反复的走 反复的走 因为他们的目的是要测量海岸 测量广阔的海洋 他带回了许多重要的标本 就包括了化石 包括了现生的生物 当然在这个旅程中 他并不知道 收到的这些标本 所代表的意义 例如当他看到化石的时候 当然他可以有一个粗略的感想 在南美洲找到的化石 会跟他在其他州同一个维度 同一个生态环境找到的生物很像 然后呢 在当地 同样的在美洲 这些生物并不全然一致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 过去的生物跟活着的生物 都有这么一个现象 然后再来一个呢 他在海边散步 他找到了 走了好几个小时 找到了同样的一种海阔鱼 就是Nudibranch 裸腮类 还知道那是什么生物吗 那是软体动物 像蝸牛一样 但是没有壳子的 它的腮揉露出来 所以叫裸腮类 非常漂亮的生物 他走了几个小时 就只找到七个个体 但是他注意到 同样的一种裸腮类 生下无数的蛋 这些蛋粘结在胶石上头 它细数那些蛋的个体 那是一个天文数字 你可以想象 有一个问题就自然发生了 这些层体 生下这么多的蛋 它的后代到哪里去了 为什么只有这少数的层体 子代跟青代之间的数字 是有如此大的落差 非得有一个解释不可 是不是 看到格拉克波斯这些鸟 它没有办法想太多 但是当它带回去 把这些鸟标本 交给别人研究 在经过它自己 细细的思考以后 它当然就得出了一个结论 这些嘴跟它的食物之间 并然有关系 因为这是一个很明确的事实 你看看这个嘴多大 它是吃 从树上掉到地上的 种子的鸟类 它必须敲开这个坚硬的果皮 种皮才能把它吃进去 所以这么一个坚实的大嘴 是有好处的 接着再来看 这是一个吃昆虫的 同样的一类鸟 它都叫finch 它当然代表着不同的种类 长相不相同 实性不相同 所以它用一个精巧的小嘴 来解决吃昆虫的问题 再来一个 还有另外一种finch 另外一种雀鸟 是叼着一个小词条 去把树洞里头的白蚁 引出来吃掉的 所以就在加拉巴哥群岛的 不同岛上头 它看到了外形 基本上是同一类型的雀鸟 嘴长得不一样 但是呢 习性跟着不相同 为什么在那么少数的几个岛 如此的接近 会有这么多的变化 这些鸟从哪里来的 何以有这么多 不同的形状出来 有这么多的 不同的生活方式出来 这中间的关联是如何 这就是它一路思考的问题 跟回来以后 它回到英国 就再也没有离开了 它就把自己 几乎就锁在英国 锁在它自己的庄园 跟伦敦之间 它取了年纪比它大的表姐 然后往后一辈子 生了很多小孩 住书 那它自己盖花房 自己盖农场 养了各式各样的动物跟植物 潜心来思考 它在这五年旅程里头的经历 跟研究它所带回来的化石 来 那位同学 你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一直讲话 告诉我 有事情告诉我吗 没有 那请专心听讲 好吗 你看看 你跟左边讲 又跟右边同学讲 那不行的 接着 大文是透过显微镜 来观察这个世界的微生物的 那么它不止如此 研究活的生物 研究化石 很重要的 它真的是一位博学者 你来看看 它在一本1837年的笔记本 达尔文画出他最喜爱的隐喻 一棵生命树 这是一个影响深远的 在那个时代 谁敢说现身的生物 是这样子分支演化出来的呢 细枝代表各个物种 当时他坚信任何人在为巨细迷移的技术 凡多物种之前 不该对物种多做异策 他花了八年的时间来研究这些藤壶 他做分类 到了1854年 他还没有发表他的演化论的时候 他已经是著名的藤壶专家了 下个学期 你会学到植物生理 植物生理头有相关性 那些相关性的最早期的精准实验是谁做的 就是达尔文做的 所以他是一个植物生理学家 他跟着他儿子完成了一些重要的植物方面的实验 这当然就是经典之作了 The Origin of Species 物种起源 我念一段文字给大家听 这不但是一本近代生物学 逼真决定性的开山之作 也是对人类整个意识形态领域 产生深远影响的雄辩式的剧作 他挑战了上帝创造世界说 世界的不变性和神的威力 让人类得以在科学实证的基础上 审视自身的处境 人的由来 人与自然的关系 自然界的规律和变异 没有不变的物种 因此也没有独立创造的物种 当我以博物学者的身份参加 列卷号的航海世界的时候 我曾在南美洲看到有关生物的地理分布 以及现存生物和古代生物的地质关系的事实 这些事实生动的打动了我 于是开始了一个惊天 PD的故事 这是这本书里头的一段引言 我觉得大家都该读读它 我们放到网络上头 你在你的电脑上可以重读这些文字的 用几个案例来赞美达尔文吧 一个就是从达尔文的眼睛看世界 我们看看 兰花跟昆虫之间的关系 兰花是一种虫美花 大多数的兰花都有特定的昆虫来替它传播受粉 如果你到我家里头来的话 我很喜爱的一类兰花叫做万代兰 万代兰它不需要盆子种它 它的根就楼落在空气里头 它吸空气里头的湿气就可以过火 那一棵植物也许有这么大 底下有一大堆的裸根在上头 当它开启鲜艳的花朵的话 大的有巴掌这么大 然后它的纯绊会构成一个平台 但是怎么让整串花上头的每一朵花 朝向不同的方向 最后它的纯绊都可以水平的挺出来呢 因为花梗有个螺旋状的结构 然后当花盛开的时候 这个螺旋状的结构终究会转到一个角度 让它的那个纯绊变成一个平整的平台 干什么用的 让昆虫的那里安稳的站立 替它受粉用的 是不是 所以蓝花是一个跟虫子有明确关系的一类重要的代表 达尔文做了一个令人赞叹的预言 是他看到了这么一种蓝花 它来自于马达加斯加岛 它有一根锯或也可以说是一根吻 从花的主体往下伸下来 这个构造是一个管状的 有28公分长 达尔文收到了这个标本 来自于马达加斯加的时候 他注意到 这个管子的末端有一滴密在里头 他大胆的预言 如果你到马达加斯加岛的话 你有可能可以找到一种昆虫 他可以把他的卷须伸长到28公分 然后来吸这个管子里头末端的蜜 这是一个大胆的预言 谁都没看到 是不是 时隔40年 这种兰花被找到 不是兰花被找到 兰花早被找到了 有这么一根30公分长的吻的鹅被找到了 他不吸蜜的时候 这根吻卷成一团就在嘴边上 当它要吸蜜的时候 深藏了以后 就可以直达这朵兰花的末端 去吸里头的蜜 所以这个就是达尔文重要学说 推演的一个成功案例 然后我们再来看育种的选择 这里有一段文字 我念一下 他说人们繁殖斗牛犬 最初是为了斗牛取乐 后来做成家中的宠物 经过很多代的人工育种之后 斗牛犬已经变得 跟他们酷四郎的祖先面貌 大不相同了 等一下子 我们来特别谈狗的演化 斗牛犬当然只是其中案例之一 你看看这些鸽子一样的 有许多的变化 这是人为育种选出来的 但是在我们对他们的过程不了解的时候 你很难想象外观变化如此多的生物 怎么可能在不久之前还是同一个物种呢 物尽天责 达尔文截取了人口理论学家 马尔萨斯的一个重要的概念 他说由于时间跟空间有限 出生的个体必定多于生存下来 并繁殖后代的个体 刚才我提过了 那个罗塞类就是一个案例 等一下子我也会介绍 罗塞类到底长了什么样子 它怎么繁殖 但是我们要关心的当然不只是罗塞类 你看看一条鱼生下多少蛋 每一个蛋孵出来 你根本用肉眼很难看出这些个体之间的差异 但是他们的命运是有如此大的区别 再来一个是化石的证据 你看看在埃及的一个考古挖掘地 他们挖出了一条类似鲸鱼的生物遗骸 长什么样子 长这个样子 它有前肢 有后说的后肢 它的前肢还有五根手指头 它的后肢只剩三根手指头 这样子的生物 跟哺乳动物 跟现身的鲸鱼之间有什么样子的关系呢 你必须透过很多仔细的比较 才能够解读出里头的意思出来 那么有几位同学打瞌睡 我发觉你们的坐姿有问题 来 挺起来 不要斜靠在椅子上头 这样子你可以战胜你的瞌睡虫的 那位同学一样 坐挺了 腰杆打死了 你就可以比较安稳地度过 等一下的三小时 不然的话我随时提醒你 这就是达尔文的Finch 这是个重要的标本 上头的字条上头 还有达尔文自己的签字 我们已经说过这些Finch 彼此之间的关联了 躯同眼花也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你看看 这是长在亚买加的一种短角的蜥蜴 它跟住在普多里格的 跟住在一个叫做西斯帕诺拉的蜥蜴呢 长得几乎一个样子 但是他真正最亲近的亲戚是他 为什么跟别人长得一个样子 跟他最接近的亲戚长相完全不相同呢 就是躯同眼花 因为他们住在同样的一个栖息地 用那样子的体型是可以得到最多生存的优点 所以我们再往后会清楚地谈 躯同眼花 这是今天唯一出现的少数几张英文的投影片 我跟前头的两位老师谈过了 我刚才也跟助教谈过 我不晓得在座各位有多少比例 其中考没有考及格 但是以全班来说 据说有百分之六十是没有及格的 那我再细问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名词看不懂 所以你的知识就无从发挥 是不是 这是很不幸的 生物学这个领域 你非懂英文不可 所以你这时候不懂 你后头的障碍就越来越多 趁期末考开始之前 我还是必须延续庄永仁老师 告诉过你们 他也告诉我 要我在这转达的一句话 他说我们今年不能加分让同学通过 那也就是期中考不及格的同学 期末考你必须很努力 好吗 以前我们常在期末考的是多加一点分 然后让同学大多数可以得到及格的成绩 但是综合前两位教授跟助教的意见 在座的各位同学 或者是没有来的那些同学 也许是指的都是他们 这学期不够努力 好像今天是报告交的最后一天 大多数同学交了 听说连格式有很多都不符合要求 助教说给了你们一个清楚的说明 要按照什么格式来 来寻寻你的报告 结果明白说要PDF党 很多同学用Word党送进去 助教的评语是说 你就是不在乎嘛 这明白是一个加分的机会 你也不把握 所以听我的话 今天下了课 如果你已经神灭了一个不合格的党的话 今天晚上12点以前重新送一次吧 好吧 不论你对学问有多热爱 你对清华大学有多忠诚 你考不及格还是不行了 所以请加油 好吗 所以我们来谈谈这个字 这什么意思 自然神学 在达尔文之前 在1700年代的时候 在欧洲跟美国的生物学家 他们的思考是用自然神学做基础的 那是一种哲学 他们是要发现这个自然的旌旗跟奥妙 来赞美神的成就 这段文字 大家回去自己读读它 然后我们来看看拉马克 他在1809年的时候 发表了他对于《演化论》的看法 《演化论》不是达尔文一个人提出来的 在人类的历史里头 一定有很多人想过演化这个事情 演化什么意思呢 演化其实只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现在活着的生物 是不断地从别的生物演变过来的 这是一般大家都承认的 这是一个必须你承认的事实 第二个重点 为什么会演化 那就是两项因子在左右的 生物的后代 个体之间有明确的差异 或者是些微的差异 不过是可以被自然给筛选出来的差异 那当大家生活在同一个环境里头 每一个个体适应环境能力不相同的时候 自然有些成功有些失败 成功是什么 就是有繁殖后代的机会 叫成功 失败就是它没有办法留下后代 那这个就是演化论的精髓 所以如果我们把它给整理起来的时候呢 就是有这么一个两个重要的要点 Mature Selection and Adaptation 第一个观察是overproduction of offspring 刚才我们提过了 清代生下来的子代是远超过它所需要的 第二个呢 Population tend to remain stable in size 随着时光的发展 族群几乎是维持稳定不太改变的 这句话你不能用一年 用一个月用一天来做基础 而是要用更长的时间 什么叫做族群 课本里头为这个事情有多所发挥 族群是在一个地理区里头 同一个种所有个体的集合 叫做population 例如在台湾的人 这是一个population 例如在新竹的人 这是一个population 例如在清华大学校园里头的人 是一个population 所以对这个字 你就清楚的知道 它要界定出是哪一个物种 它要界定出哪一个地点 每一年同一个物种之间 当然会有所差异 我印象很深刻 在五六年前我们家突然在十二月的时候被毛虫几乎覆盖 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大量毛虫啃食了我院子里头所有花的嫩芽跟幼芽 叶子的芽也都被啃光了 但是我以为以后年年会如此 不过那次灾难只来了一次 所以也就是在那一年 它的族群数量有了很戏剧性的改变 不过如果用更长的时间轴来看的话 population size它应该是有某种程度的稳定 第三个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are limited 自然界的资源是有限的 你综合了这三个观察以后 你自然的会有一个推论 推论就是production of more individuals than the environment can support lead to a struggle for existence 就是挣扎求生嘛 因为资源有限过多的个体 它自然挣扎求生 接着with only affection of offspring surviving each generation 因为挣扎求生 也就只有少数的个体可以存活下来 这是第一个推论 第二个推论是基于两个观察的事实 Individuals of a population vary extensively in their characters 每一个个体它的特质是不相同的 第二个 Much of this variation is heritable 很多这些的差异是可遗传的 因为有可遗传的差异明确的存在 所以我们会有这样子第二个重要的推论 Survival in 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is not random 存活下来的条件不是一个随机性 But depends in part on hereditary constitute of the individual 而是奠基在这个个体的遗传特质上头 Those individuals whose inherited traits best feed them to the environment 最适合环境的个体 are likely to live more offspring than less feed individuals 最适合环境的个体能够产相比不适合这个环境的个体更多的后代 那这一点就清楚地点出了演化论 在达尔文的眼中是什么样子的情况 所以大家把这两个推论五个观察背景给弄清楚了 基本上演化论就这么多 原则就是如此 但是有太多细节 有趣精彩的细节 值得大家去享受去认识去 往下我就介绍几个案例 让大家了解生物演化的过程里头 在现代的生物学家用什么办法去探寻去 他们用什么样子的眼光来看看那些很长的时间走里头 生物之间的变化过程是如何 首先我们看看河马 这是河马吗 有点像 但是他们是四千多万年前 今天活着的大象的祖先 大象应该是在非洲演化出来的 四千多万年前 他们大概是在沼泽里头过得像河马一样子的生活 这样子的化石可以找得到 把那一系列这一类相关的化石 一个拼凑起来 大家勾勒出象的演化过程 所以这是一个早期象的样子 它有长长的象牙吗 没有 它长得就像河马一个样子 但基本上它是象的祖先 但是在这过程里头演化出一堆古里古怪的中间形 你看 鼻子不长 下巴很长 它留下的这个象呢 中文有个名词叫做铲齿象 以这样子的结构 你一看就知道 它最适合的生活方式还是在水里头 把那些水生植物一铲一铲地铲起来 放到嘴里头去煮胶去 所以这个就是象的演化过程里头的一个中间形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 最早期的象可能只有225公斤 那么今天活着的象大约是5公顿 那时候他们大概身高只有80公分高 今天活着的象呢 有3.5公尺高 甚至还有4公尺高的 过去当然还有更大的大象存在 是不是 在这个中间过程里头 科学家说 象的祖先应该是短命的 今天活着的象是长寿的 凌旺活了几岁啊 80岁左右 是不是 原因何在呢 你看看 在非洲草原上头吃树的那些动物 其实大多数都活不久 大概活个十几岁 我们家里养的猫跟狗 跟草原上头的鹿 马 他们大概都活十几岁 他们的寿命的限制在哪里 很可能就是他们的牙齿 你到自然科学博物馆去看 那个恐龙厅里头 有一个脏牙 骨爪的暴龙 他脏了嘴在那个吼叫 他满嘴的牙齿 你可以看到牙齿参差不全 有长的有短的 那原因就是 有一些牙掉了 底下的牙在冒出来 它一直不停地翻新牙出来 但是当生物从爬行类生物 演变成为哺乳动物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个代价 就是它一辈子只有两次长牙的机会 我们的乳牙掉了以后 长出永久牙以后 它就不再更换了 所以当永久牙磨光了 那么这个生物就等死吧 我记得小学 甚至可能更小的时候 我到电影院去看电影 看了一个片子 让我印象深刻的不得了 我在今天为止 还是不知道那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还是杜撰出来的 有机会我还是要问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讲印第安人 那些老女人活到没有办法 自己主角 没有办法用他的牙撕裂 那些瘦皮的时候 他就被放到一个毯子上头 然后毯子上放满了食物 他的家人就在冰原上头 跟他道别 说再见 他吃完了最后几口以后 就在那里冻死了 那这个是人类的习俗发展的 一个方向 一个极端吧 我不知道符合事实是如何 但是在草原上头的生物 就是如此的残酷 当他不能够装假牙 继续存活的时候 他的人生是很 他的一辈子是很短暂 人不也是如此吗 你知道 美国的国父 华盛顿 他老年的时候 他嘴里头装的牙 是木头做的 假牙 你想想看 你可以理解吗 以前用什么材料来做假牙 今天我们可以有各种合成的 有金的 银的等等之类的 没有银的了 有金的做的 有不锈钢的 是不是 还有比较昂贵的瓷粉做出来的 但是以前只能用木头来做假牙 人类一直到了不久之前 我们才可以开始 让自己的牙有替换品 然后延长我们的寿命 和以早期的大象 只能活十几年 但是今天的大象 灵旺可以活八十年的 因为它做了牙齿上的调整 象牙 跟我们人一样 有上下左右四边 是不是 早期的大象 一边有六颗牙 一次长出来 所以呢 当它磨完了以后 它就死了 这是一个清楚的事实 但今天能够长寿的大象 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它一次只长一颗牙 所以同时在它嘴里头 如果是公象的话 那么有两根象牙 然后上下左右各一颗牙 然后用那一颗牙上下对磨 来煮嚼吃进去的甘蔗 或者是甘草等等之类的 等这颗牙磨完了 下一颗牙会递补出来 但是演化的结果 让它们隔几年 推出一颗新牙出来 第五颗牙 是在它二十五岁的时候掉掉的 它的第六颗牙 长出来以后又厚又大 够它磨五十年 所以这一来 它就可以活七十五岁啊 所以事情就是如此 所以我们今天理解 象的这个演化过程里头 它的突破点 就在于 它的牙齿的改变 让它明显的长寿 那你也可以理解 在它的演化过程里头 它的祖先跟它长得很不一样子的 今天的大象是不到水里头吃饭的 但是呢 以前的大象 它的生活区域就在水里头 中间还演化出 像铲齿像那样结构 这是梦马象 是不是 大家理解 那是一个庞然大物 它的灭绝到今天 还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然后我们来谈狗肥演化 在去年的暑假 我到非洲奈米比亚去 我在一个农场里头 在它广阔的农场 它告诉我 哦 不好意思 这么小的一个农场来接待你 因为世界上很重要的化石 在它农场里头 我问它 你为什么说这么小农场 因为我只有20,000 hectares 它只有两万家 清华大学 大家都觉得很大 你们还舍不得走路 都要搭校园公车 清大只有一百家 它的农场有两万公顷 两万家 我问它 为什么两万公顷很小 因为我的邻居 都有四万公顷以上 在那里 迎接我们的不是主人 是一对凶猛的大狗 它就对着你 鼻子的跑过来 亲热的 把两个前脚 就放在肩膀上头 我们有一位同行的 科学家立刻就被推倒在地上 那种狗怎么来的 是在非洲 培育出来的一个品种 它是用来跟狮子打架的 它是猎狮犬 所以呢 就培育出那么雄壮的体型出来 所以狗 你用来放在你的书桌上头 沙发上头赏玩的 跟那一些看门的 跟西藏熬犬 大家在各个地方 培育出不同的种类的狗 来做不同的事情 那狗这个物种 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这是科学家里头 很重要的一个话题 狗的祖先可以追溯到这个坟墓 这是一万两千年前 在以色列 在以色列发现的 一万两千年前的坟墓 里头有一个主人 他的身边躺着一条狗 那你很清楚的 就可以逻辑的推论 这个狗是他的宠物 然后死了以后 他们就仗在一起 假如这个想法是对着的话 那么一万两千年前 狗就进到了 人类的家庭里头去 但是狗这个生物 又源自何方 然后什么时候 散播到现在的 各个不同的地区 如何如何呢 科学家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Root of the dog 狗的根 是可以追溯到 八百万年前 在美洲的草原上头 美洲的草原在那个时候 有两种像狗一样子的生物 有一种体型庞大 这是食肉类的 是不是 它的体型庞大 还可以扑倒 美洲草原上头的鹿 那么在同时 美洲的草原上头 有一种像狐狸一样子大的狗 不是狗 就是狐狸大的 这种哺乳类的生物 它可以集体猎捕 比较小的其他的生物 然后很重要的 它是杂食类的 它可以吃一些植物 它也可以吃一些 其他动物的肉体 就在这个时候 美洲发生了一个剧烈的气候变化 变干旱了 这一来 那一些吃草的大型的草食动物 没有足够的草 它们就消失了 它们的数量的减少 就影响了这种大的捕食者的数量 所以它也跟着灭绝了 但是美洲草原上留下的 就是这个杂食性的小型的狗的祖先 然后它们的迁徙的路线 是在沿着这个蓝色的路线 从北美大约在七百万年前 它们分布到亚洲欧洲去 然后在这么广阔的空间里头 大约到了十万年前 它们演化出了像灰狼这样子的生物 接着十万年前 灰狼再回到了美洲 最后灰狼就变成有这么大的分布范围了 然后大约就到了一万多年前 在世界各地的人 开始养狗 这怎么回事呢 也就是你可以想象那个过程 有一些灰狼走进了村庄 然后捡一些垃圾吃 有一些狼的个体 它比较温讯 有些人就招揽着它摸摸它 然后一摸 它就滴滴地叫一声 然后把它的头就垂下去 腿也蹲下去 表示很幸福很忠实的样子 人开始随机的堆 丢一些食物给它们吃 尽管你是偶尔的给它一些食物 但是都造就了这一些被施舍的狗 有比较好的生存的机会 因为外头的食物是不稳定的 来到了人活动的范围 你可以得到相对稳定的食物供应 但是人是很自私的 不会给它太多东西 所以变成了狗的这些个体 它跟野外生活的狼有什么区别 除了它温讯之外 它的脑子通常比较小一点 也就是稍微笨一点 这原因也很清楚 因为我们舍不得给它太多食物 只有那些脑子不太大的个体容易活下来 脑子很关键 以我们做例子 我们大概男同学60公斤左右 女同学你们大概40多公斤左右 但是你们的脑子里头 你们什么30几啊 你们的脑子有多大 有1.5公斤啊 但是相对起来你的体重 这个脑子还是微不足道的小 不过它却耗掉你身上20%的能量 所以脑子是一个高耗能的单位 狗跟人走近了 变成了狗以后 它的基因跟狼基本上还是相近的 还是一样 它们碰头还是可以交配的 不过已经在习惯跟结构上头有一些区别了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狗的演化过程 所以它跟狼之间的差别是很小的 那也就是我们把狼从野外的族群里头 孤立出来到家里头来 也只不过就是一万年的时间 但是已经把它改造成这么多的变化了 如果你想想我们养的金鱼 那就是只有很短的 也许只有一千年 了不起两千年的时间 有些金鱼 它有朝天眼 泡泡眼 然后古里古怪的样子 有些金鱼背起不见了 有那么多的变化 其实也就是更短的时间里头 可以靠育种来造出这么大的改变 接着我们来谈猫的演化 这也是一个很切身的话题 对不对 狗 好多人家里头有猫 其实有不少家庭里头有猫 我妈妈就很爱猫 她有一次她赞美我的一个朋友 说她是个好人 我问我妈为什么她是好人 她说她喜欢猫 猫的演化 全球野生猫科动物完成了基因定序 科学家不仅描绘出猫科的细谱树 也揭露了他们过去岁月里头 几次重要的迁徙 我要跟大家讲 最近几年科学的进展 真满足了多少人的享受 我们可以那么清楚地指出 一个类型的生物 在过去的漫长演化史里头 发生了什么样子的变化 我们来读读这几段文字 专家一般都同意 猫科一共有37个物种 但是他们却提出了几十种不同的分类法 这是什么意思 你把一个老鼠杀了 只剩一个骨头 只剩一个头骨 你把一个狮子杀了 只剩一个头骨 你把这两个头骨放在你面前 很少的人能够认出 这是老虎 这是狮子 猫科动物 他们的骨骼结构长得太相近了 所以在那么有限的差距里头 你要说他们彼此之间 演化的亲缘关系来说 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就算对专家来说 这也是一个挑战 即使过去二十年来 曾经经过的各种的遗传研究 也没有办法把猫科动物 清楚地分类出来 所以猫科动物的演化史 向来暧昧不明 因为猫的化石又罕见 难以辨识种类 但是经由DNA的研究 取得了进展 将渴望建构出第一颗 明确的猫科动物的细谱数 DNA证据显示 现存所有的猫科动物 都能够回溯到一种生活在 一千零八十万年前的东南亚 外表像豹一样的捕食动物 第一个分支出来的是 会咆哮的大猫 其他的七个谱系 寄之在后 随着海平面的上升跟下降 这些猫科动物得以迁徙到新大陆 也演化成为新的物种 在八千到一万年之前 有一种小型野猫 在近东地区被人类所驯养 我们来看看 这就是分子生物学家 为我们把那些 难以关联的三十七种猫科动物 画出来的清楚的关系图出来 这里就是一字排开的 三十七种猫科动物 我们在家里头养了 家猫在哪里 在这里 它只不过在大约一万年前 跟野猫分家 它跟哪里的野猫分家 它是跟中东地区的野猫分家 野猫在世界各地 有好几种不同的族群 只有在近东地区 也就是在中东地区的野猫走进了人家 然后变成了现在的家猫 那么埃及人曾经爱猫 爱到一个程度 把它做成猫的木乃伊 同时禁止猫出口到其他国家去 但是猫太可爱了 根本挡不住 它们的被输出的那种动力 世界各国爱猫的那种欲望 然后持续的被送到世界各地去 我们今天家里头的猫 基本上都是源自于中东 埃及那里的野猫 野猫跟其他的猫交配了 然后等等之类的 就变成了今天的家猫 所以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 我们对于他的演化史 又有什么样的理解呢 猫科动物大迁徙第一波 所有现代的猫科祖先 是一种外表像豹子一样子的掠食者 大约在你还记得吧 是一千零八十万年前开始演化的 在九百万年前的时候 源自于亚洲的这些猫呢 就两个方向的离开亚洲 一个到了非洲去 一个呢就到了美洲去 为什么可以到非洲 可以到美洲去 因为那时候的全球海平面下降 陆桥形成了 所以有机会呢 扩展他们的领域 在这个期间 海平面下降通常意味着 陆地延伸的桥 连接了白令海峡 跟红海的南北两极 那就帮助了猫的旅程 这是第一个阶段的迁徙 猫科动物的第二波迁徙 发生在四百万到一百万年前 又是一次全球海平面的下降 然后让陆桥形成 这时候就有相当复杂的 来往的迁徙行动了 最后最晚近的一次迁徙呢 是发生在一万年前左右 从南美洲 原来来自于北美洲的美洲师 到了一万年前 再从南美洲回到北美洲 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对于猫科 这三十七种动物 在过去演化历程里头的 大规模的世界性分布的背景 所以我拉杂的介绍了几个例子 希望大家有所感觉 然后我们来做第一阶段的问答吧 我不要问 你们问我好吗 那么给你十秒钟想一想 就刚才的内容 想提问的同学举手 问了问题 奖品是一张招待卷 让你去看《水中角龙》 有吗 好 那位同学 等一下等一下 第一个大声一点 第二个呢 我刚才冲口而出的一句话 我终于把它忍住了 我说那位女同学请吧 你头发留很长 所以我误认了 来 大声一点 就是刚才说 爬虫类演化到鼓舞类的时候 牙齿会停止 不断生长 是的 那这个演化原因是什么 因为这个不断生长 应该是有利它 它那个生长 没有什么东西 不知道 我无以回答这个问题 但是牙齿的演化 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因为刚才我提到了 这是哺乳动物 有很多优势的基础之一 是骨骼上头跟爬行生物 做了许多的调整 下一个学期 谈动物演化的时候 我们会认真地谈这个部分 但是对于你刚才的这个话题 我建议你去读一篇文章 那这篇文章是今年年初 2009年开始的时候 大家知道Nature这个杂志吧 Nature杂志为了庆祝达尔文的生日 它就列举了过去十年 演化学界的十五项珍宝 就是十五项最重要的成就 影响深远的成就 叫做James of Evolution 我会把它放在网站上头 然后你上网去看 里头有一项就是牙齿的演化 那它会列举出相关的文件 你认真地去读它 应该或许可以有答案在里面 好吗 那我相信这是一个核心话题 该有人对它有一些说法的 不过我不能很精确地回答它 好吗 下课自己来这里 拿一张招待卷 接着我们谈后头下一个话题 就是关于正在科布馆展览的 水生的爬行类 这是在中生代的海洋里 它们可以长到庞然巨物 或许你还记得一开始学的时候我谈过 这些爬行类的水中成员 可以长到27公尺28公尺 是这个教室的两倍的长度 是吧 它们在水里头生活 它跟今天的鲸鱼有什么区别 一定有区别 因为以我们现在的理解 它应该是变温生物 所以今天的鲸鱼可以潜到1000公尺深的地方去生活去 它可以闷一口气在水里头 一两个小时再出来换气 以前的爬行类生物可以做到吗 大概做不到 因为到1000公尺深的时候 水温只剩下 设施一度左右 两度左右 它的代谢活动 没有办法让它支撑在那里的剧烈的潜水 所以它们虽然体型相近 虽然习性相近 但是它们潜水的深度 大概是不相同的 这是古生物学家 遥想当年的爬行类生物 在吞鹦鹉螺的时候的情景 但是我们今天来看重要的话题 如何征服海洋 海洋当然被征服过很多次 在终生代的时候 爬行生物到了海里头去 在新生代6500万年之后 哺乳动物再度回到海里头去 这是在这个部分我们要谈的话题 它们说海洋很冷 但是海洋中有最热血的生物 最野性的最热切的 这样的生物是怎么演化出来的呢 鲸豚是生活在大海中的哺乳动物 然而哺乳动物的祖先都是陆漆的生物 是什么样子的契机 什么样子的生物适应 让鲸豚能够顺利的转占水域 征服海洋 由于最近发现的新化石 和DNA的分析结果 这段演化史上最惊人的形态变化过程 逐渐的被了解了 然后我们来看读读这篇文字 我觉得写得很好 请听我念它 话说4800万年前 特提斯海上天刚破晓 蓝绿色的海面闪烁着黎明的阳光 但是对一只小型哺乳动物来说 崭新的一天才刚刚开始就结束了 长相跟魔类似的史雷兽 不顾母亲的警讯 不知死活的走到海边的地方 潜溺在红树林中一动不动的野兽剪 这个机会怎么能够放过 它以强劲的后肢推动身体 冲上入地 以厉生生的牙齿戳进类子右手 拖入浪花之中 猎物极力的挣扎 可是无法挣脱 猎食者的历史 溺水之后不久就平静下来 猎食兽赢了 只见它满山的走出水面 到坚实的陆地上享受猎物 这像鳄鱼一样子的 五千多万年前 五千万年前左右的哺乳类动物 就是用这样子的拔戏 把在水边的生物拖到水里头去 淹死 然后来捧食它 这样子的把戏 玩多了 它开始做了许多的改变 它越来越爱海洋 越来越爱水里 它体型上做了大幅的变化 它的四肢逐渐不见了 它的毛发脱落了 但是它还维持着哺乳动物的特征 它还是温血的 然后它的胎儿 它刚生出来的时候 可能在妈妈肚子里头的时候 还有一些毛发在里头 然后它用它的乳汁来捕育它的孩子 它即使潜到了水深一千公尺深 它还是热腾腾的 所以这就是哺乳动物的 进到水里头的大致过程 有几个重点 我们来认识一下子 金木是哺乳动物里头的一个木 同学有本领的话 记下这个字 因为以后你在很多文献里头 看到这个字的时候 不会有人解释 告诉你它是什么的 所以要走入学术这一行 关键的字 还是得记下来 包括现身的鲸鱼海豚 鼠海豚 跟他们灭绝的祖先古金 现身的物种分成两大类 就是齿鲸跟虚鲸 齿鲸就有抹香鲸等等之类的 虚鲸就包括蓝鲸 豁尔这个字 通常指的是包括所有鲸屯类的动物 然后伴随着鲸鱼这一类演化故事的 有一个重要的名词叫做中爪兽 它是一个过去式的名词了 这是一群原始的有蹄的哺乳类 体型跟狼差不多 过去许多人相信 鲸豚是从中爪兽演化出来的 这句话什么意思 当没有DNA分析证据的时候 古生物学家手上的工具是有限的 只能就形态来拉扯关系 所以他们觉得中爪兽 大概是今天鲸鱼的祖先 这句话说的会有点牵强 但是又有形态上的相近可取之处 等到大家分析了DNA以后 就发觉原来鲸鱼的祖先 指的是只是长得像狼一样大小 像狗一样的大小 但是它的本质是头牛 为什么是牛呢 因为牛是偶蹄木的动物 偶蹄木是哺乳动物的一个木 蹄的指头是偶树的 包括骆驼 牛羊等 还有河马 他们现在大多数人说 鲸鱼的祖先其实是头河马 或者是跟河马很像的生物 现在大多数的研究人员都同意 鲸鱼也是偶蹄类 然后谈他们出现的重点的演化时代 有两个名词要记得 一个是Eosin 就是死心事 一个是Oligosin 是剑心事 他们分别指的是哪一个时代呢 Eosin是5500到3400万年前 然后Oligosin是3400到2400万年前 这也是你不得不知道的事情 原因是在很多的文献里头 它只告诉你这件事情发生在Oligosin 它不会告诉你那是多久以前的事情 所以你不只要记得Oligosin这个字 还得知道它代表是什么时代 在这堂课或者在这学期的课里头 这不是要点 所以绝对不会考你这个 我只是跟同学们说 走进科学这一行 这是必要的 即使不是为英文 光为了你的中文知识 也必须知道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所以死心事就是鲸豚 从陆漆动物演变成为海漆动物的时间点 那么Oligosin是死精跟虚精 分别演化出来的时代 所以这是这几个小词典的部分 我把这个摔坏了 所以它不听话了 好 这是此经类 所以我们看着这样子的一个killer whale 你知道这是什么 虎精也叫杀人精 其实它不杀人的 所以这是用来吓唬人的名字 但是你看过这种鲸鱼在岸边把那些海豹给拖到水里头的一个过程 是不是 它给冲到岸上头 把岸边晒太阳的海豹给一头一头的吞 拖到海里头去 这是一个4900万年前的化石 它叫做游走精 或者叫游泳精 那么它有什么样子的特色呢 它除了有流线的身体之外 它的头跟它的身躯跟鲸鱼很像 不过它是有前肢跟后肢的 重返大海 目前所知鲸鱼的最导祖先是在陆地上行走脚捷 有蹄长着毛皮的食肉动物 到了死心室它们的后裔可能会蹲坐头部变重 开始在潜水地区过着两期生活 精类迅速的随着环境改变 为了在海中生活 在不到一千万年的时间里头 在身体和行为上做了精巧的适应 所以这是早期的藕蹄类动物的一个类型 那么它演变成为虚晶 齿晶 还有今天的河马类 四千九百万年前的刚才那一个骨头的复原图 就长这个样子 游走晶 巴基金是五千万年前更早的 比较活在陆地跟海洋交界处的生物 到这个阶段它大多数的时间可能已经到海里头去了 然后随着时间点你可以看到各类不同的鲸鱼 开始演化出来 然后这个蟹齿晶在三千七百万年前长这个样子 在下一步你就看到了最近了 我们所熟知的海豚 其实是早期海豚是在一千五百万年前演化出来的 这个海象鲸这个很像今天像海象的海豚是在五百万年前演化出来 所以这就是鲸鱼的演化历程 但是在过程里头会发生什么样子的转变 一句一句的化石骨骼排在你眼前 你去看特定部位的变化你就清楚的理解 到水里头生活需要做哪些部分的调整 鼻子是很重要的是不是 在陆地生活鼻子当然长在头的前方 但是为了到陆地生活鼻子就开始往头顶去移去 到了真正适应陆地生活的时候 这个鼻孔就长到头部的最上端了 它的好处是什么 当精内不再需要把蚊部抬出水面以后 呼吸就变得容易多了 随着古代精内待在水中的时间增加 它们的鼻孔从鼻部的尖端移向了额头 以便迅速地呼吸新鲜的空气 然后这是一个小尝试 你在很多地方去赏精的时候可以卖弄的 也就是喷气孔可以协助辨识现代的精内 齿精通常只有一个喷气孔 须精则有两个 齿精是什么 嘴里头长着牙齿的精叫齿精 须精就是在它的身体嘴部的两侧长着很多板子 板子的末端是一片片的破裂的须 也就是板子是什么 是骨质的它破裂海以后就变成虚状的结构 然后它过滤水里头的鱼虾来生活的 所以是这种绿石性的生物 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演化方向 以后你看到嗓精的时候 从水里头冒出一个喷气孔 你就知道那是齿精 如果同时冒出两个水柱子的话 你知道那是须精 然后很重要的一点 到水里头生活以后 听觉也要起改变的 你来看看 化石证据说明了水中的听力 是逐渐衍生出来的 就像其他的特征一样 半水期的八基精的耳部结构 就是一个好例子 你看看这个鲸鱼 这个步行精 它还没有怎么到水里头去 它缺乏现代鲸臀 都有延伸到中耳的脂肪垫 那是它依旧保持路漆的一个线索 后来的鲸鱼 它的汗骨跟它的脂肪垫 演化的足够能够接收声音 甚至用来回音定位的耳聋 逐渐的在齿精里头演化出来 早先用耳朵来听声音 到了水里头以后 用骨头来听声音 用下巴的这个骨头来听声音 然后以后就能够从头的上端 这个龙鹅来发出声音去 然后从回音来定位 来知道它的猎物在哪里 就跟蝙蝠一样 蝙蝠上了夜空以后 它的眼睛不管用了 这时候 它的耳朵必须变得很灵敏 那么它会发出声波 然后靠回音来定位 所以这些都是同一个理念 很逻辑就会发展的事情 腿的消失 刚才我们大致提过了 腿由这个样子变成这个样子 到最后到现代的抹香精 它的后肢已经完全的退化 也就是直到了身体里头 你才能够找到那么一丁点的小骨头 代表着这个后肢曾经存在 那么这些是过去演化的案例 我后头在各位休息几分钟之前 我来谈另外一件事情 演化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在发生 演化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 你绝对不要说 我们看不见现在进行事 演化是需要长久的时间 你才可以积累出来的变化 其实不然的 因为有那么多种生物活着 它们都在转变成为其他的物种 或者是走向灭绝的过程 我们当然有机会随时见到 演化的事件在我们周边发生 我用几个案例来说明 这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 我们住在同一个宿舍里头 他在那个时候 他就喜欢绝类 你想想看从18岁开始到现在40年了 他还是喜欢绝类 他在林业试验所在台北食物园那边工作 他就是一个台湾少数的世界级重要的一个绝类学者 他告诉我一个精彩的故事 在台湾的山林里头有一种巨大的绝类 叫做观音坐帘 看过的同学请举手 没有 以后到野地里头去看看 有机会听说下学期要安排到我家来 是不是我们家的山上就有很多的观音坐帘 他们的基部有一个巨大的头 大的有这么大 然后长出一片叶子 可以有两三公尺长 所以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庞然大物 漂亮得很 在台湾的野地里头数量很多 这是原始类型的绝类 叫做观音坐帘 然后在台湾的山林里头 有一类观音坐帘 数量很少 非常的尴尬 它是台湾原始观音坐帘 在台湾大概还有一百个个体 活着 最多不超过两百个 这是一个全世界只在台湾找得到的绝类 是一种特有种 叫做台湾原始观音坐帘 这是第二个种类 第三个种类 是叫做伊藤氏原始观音坐帘 伊藤是一个日本人的名字 为了纪念他 他显然是一个植物学家 所以纪念他就叫做伊藤氏原始观音坐帘 在台湾的山林里头 大概只有五十个个体还活着 其他都不见了 那极度的稀有 什么叫做平临灭绝 当一个物种 它的个体数少于一千个个体的时候 我们就说它没有未来 它很可能灭绝掉 那像伊藤氏原始观音坐帘 只剩五十个种了 大家过去其实不太知道 为什么这个物种并不太难养活 但是在野地里头的数量是如此的稀少 那我的朋友邱文良就告诉我这个精彩的故事 他说从染色体 从DNA的研究上头 他得出一个结论 这个伊藤氏原始观音坐帘 这个非常稀少的种类 它其实是个杂交种 它是数量最多的观音坐帘 跟台湾原始观音坐帘的天然杂交种 为什么 因为它的染色体只有三套染色体 它不是只有 它只有三套染色体 观音坐帘是两套染色体 跟我们一样都是图N的 还记得吧 前几堂课 庄老师一定都给你们讲过这个事情 然后 台湾原始观音坐帘是四倍体 所以当初它的祖先是谁 今天我们不知道 只知道它是一个突变的个体 在减速分裂的过程里头 一定出了什么问题 让它的染色体没有分开 结果呢 所有的加倍的染色体 都集中到一个子细胞里头去了 那这一来 它就变成四倍染色体的 这么一个组合 然后四加二 除以二 就变三 那这就是伊藤是原始观音坐帘的来源 它是一个三倍体 三倍体有办法行有性争执吗 有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对不对 因为在减速分裂的过程里头 染色体是需要这样子平均分开的 三倍体做不到这样子 所以减速分裂不能继续 所以明白的说 它能行减速分裂 它能够制造完美的包子 散播出去 长出原液体 然后形成新的个体吗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了解了这个 就知道 为什么伊藤是观音坐帘 只有这么少的原因了 它只靠无性繁殖 在野地里头 所以这是第一个观察的事实 然后 邱文良又告诉我 另外一个后续的部分 醒一醒好不好 我以为我在讲精彩的故事 结果倒了一片 穿黑衣服的同学 把你旁边那三位睡客都叫醒 来挺立起来 把你的眼皮撑开 他告诉我 以前在科布馆 有一位研究员 叫做张正 张博士 他并不知道 伊藤是原始观音坐帘 是三倍体 是不会行有性生子的 但是呢 他就采了 伊藤是原始观音坐帘的包子 他就播种去 当然没有长出东西来 所以他就很失望 他播种的那个盘子好几个 过了两年 他都看不见东西 有一天他就注意到 这盘子里头长出了四片原液体 他认为是长期培养过程 空气中飘来其他的 绝类的包子长出来的 所以他决定放弃 但是我的朋友邱文良 就看了他的那个盘子以后 说你不要 那给我好了 因为他认出这些配子体 这些原液体呢 长得很像观音坐帘的原液体 所以他又花了两年时间 把这四片小小薄薄的原液体 继续培养 然后竟然长出包子体出来了 这个包子体的长相 是从来没有见过的长相 它既不是观音坐帘 也不是台湾原始观音坐帘 也不是伊藤氏观音坐帘的包子体 包子体就是我平常看到的绝类 然后他去采他的细胞 看他的染色体 结果发现是六倍体 就是三倍体 竟然组合成为六倍体了 那这个就是你知道 植物的演化过程里头 经常会有多倍体的现象 是不是 那你很清楚知道 当它变成六倍体的时候 它就可以进行减速分裂了 它就可以有三倍体的包子形成 然后就可以有精软受精 然后等着它 有了生殖能力的时候 能够产生正常 能够长出原液体的包子 正式出现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新的物种了 对不对 一个崭新的 跟过去从来没有过的物种 就在台湾 就在从这四个原液体开始了 所以植物的演化过程 一个种的形成 就是在我们眼前正在发生 我另外一个朋友 他比我大三岁 我们同一个系的 这是在中央研究院 生物多样性中心的彭敬毅博士 彭敬毅是一位杰出的植物学者 他以秋海棠做他的研究对象 在过去的十几年 他曾经做过很多不同的类群 秋海棠是他的最爱 所以他就全新的研究秋海棠 全世界大概有1500种 1600种的秋海棠 其中有30种是他命名 他发现的 然后台湾有18种秋海棠 有9种是他命名的 然后他在台湾的花室里头 看到从越南进来的 一颗兰花里头 长出了一颗不一样的秋海棠 后来他认出这是世界新种 然后回到越南的产地 他把他更多的个体找出来以后 他命名了新种 所以他是一个杰出的秋海棠学者 那么他就告诉我一个故事 他说在台北的山区里头 你很容易可以找到这两种秋海棠 这个叫做原果秋海棠 这个叫做水鸭角 他们开一个白花 开一个开粉红色的花 在野外 他们常常会混生在一起 然后在北部山区里头 还有一种秋海棠 叫做台北秋海棠 他说这是在演化路上的台北秋海棠 这是什么意思 它也是一个杂种 它也是三背体 当哪一天这个台北秋海棠 变成了六背体的时候 它又是一个新种的诞生 所以你不要看这个植物世界 大家都静静地蹲在那个地方 好像都很贞洁的样子 其实他们很淫乱的 是不是 这个师范大学生命科学系 有位教授叫做王振泽 他研究江科跟研究天南新科的 他告诉我台湾的山林里头 有九种不同的 Apinia Apinia是叫做什么类的植物 你们知道长得很像江一样 叫Apinia 月桃 月桃 看过月桃吗 怎么样 能清楚跟我描述月桃的人举手 各位你们的野地经验太少 好 哪天我告诉你们月桃长什么样子 就是长得像江一样 但是能够开出漂亮花的 有一种月桃叫乌兰月桃 在四五月的时候 它的每一个枝条的末端 就会垂下这么一大串 雪白带着黄色斑点的花出来 终究台湾有九种月桃 那王振泽教授告诉我 这九种月桃的两者之间的 各种组合在台湾的山林里头出现 都出现 他们在野地里头 九种都在不停的杂交 所以这就是植物世界 因为有这些淫乱的动力呢 他们演化出不同种的机会就很高 大致如此 最后一个案例 也是我的同事在自然科学博物馆工作的 黄文山博士 他现在是那里动物组的主任 他长期在兰宇工作 他研究一种叫做兰宇长尾南西 他发表了一篇让国际上都很看重的文章 叫做世纪鹰的陆生脊椎动物 这种蜥蜴在兰宇 他怎么过日子呢 他会住到水管里头去 然后在水管里头生蛋 护蛋行为 长尾南西喜欢在森林边缘或道路两旁的落叶 找寻食物 尤其喜欢在水泥洞生蛋 配合观察其特殊体型 不难在台湾南部的区域呢 也可以找到他们的踪跡 但是兰宇的长尾南西 为了护卫自己的蛋 时常跟刺背松伯根打斗 这是一种蛇 叫刺背松伯根 在兰宇啊 这一类的动物种类不是很多 然后长尾南西体型不小 刺背松伯根呢 比较大一些 但是是可以承受的打斗的对象 那这一来 他在兰宇天敌不多 他要对付的就是刺背松伯根 那么也因此 他在这个塑胶馆里头生了蛋以后 他就不走开 在那里防卫他的蛋 当刺背松伯根 接近要来吃这一蛋的时候 他会跟这个蛇打仗 如果打不过 他做什么事 在他逃走之前 他把他自己的蛋吃掉 演化的过程 也告诉我们有一个重要的精神 不要浪费 这个蛋明白要被对方吃掉了 倒不如自己吃掉 然后累积一些营养 准备下去下另外一批蛋去 这是在兰宇的长尾南西 演化出来的行为 但是你刚才看到 在台湾的南部也可以找到 长尾南西 但是在台湾本岛上头 他们的天敌太多了 在那样子的复杂环境底下 这种蜥蜴根本放弃了去 互卫他自己蛋的行为 也就是在南宇 他会蹲在边上 等着看他们孵化出来 不走开的 但是在台湾南部的山区里头 这种长尾南西 下了蛋就再见了 他不会花功夫去保护他的蛋 因为敌人太多了 在那个地方找死 是不是 所以这种吃自己蛋的机会 只有在南宇才可以看得到 这些都是我们了解了 很多细节以后 才能够弹出来的演化故事 所以刚才这一部分 我的重点在列取 今天我们知道生物的演化历程 然后用它来领赞阿尔文的成就 因为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些事情 早在150年前 在他的那本书里头 大概都列出来了 只是后头有人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最后你回过头 用DNA的证据 去理解了生物亲缘关系以后 你不得不佩服 达文当年的原见 他把生命演化的这些过程的重点 一一的在那时候 就清楚的告诉了大家 今天我们用很多的事实 从生物地理 从胚胎发育 从分子生物学 从化石 从生物的地理分布 都不约而同的赞美 这本演化论还真是经典之作 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第一个部分 然后休息十分钟 我们再来继续第二堂上课 请不吝点赞美